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俄罗斯之行还在持续 他星期六会晤了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 讨论强化军事合作等问题 朝鲜官方媒体朝中社今天的报道称 两国关系进入了新的鼎盛时期 俄罗斯新闻社则引述驻朝大使说 金正恩对这次的俄罗斯之行感到非常满意 俄罗斯地方官员星期天发布一段视频显示 金正恩参观了远东城市海参外一家剧院 并在欣赏了睡美人芭蕾舞舞台剧第一幕之后就离开 莫斯科地方官员会见金正恩后表示 俄罗斯和朝鲜在文化交流方面拥有巨大的共同利益 根据俄新社报道 金正恩将在结束俄罗斯访问之行之前 参观多家食品工厂 金正恩参观多家食品工厂 concealed花特里参观没有 暂中了门 明天不及时 未经许卫主人性 空缩主人